经常有粉丝问,卡帖机双卡双待,能不能锁IPCC,重启了然后呢不掉信号 这是一台苹果12,已经装了巨模 今天来操作一下,看一下能不能锁双5G 我们先调试副卡,副卡要这种超雪不落的卡帖,能自动找回信号 装卡上去,我们选择参数,选择自己的运用商,选择模式配置 把解锁改为TMSI,就可以保存运行了 手机进气系统,把WiFi关了 把自己的号码的数据漫游打开 进来SM卡应用程序,开始操作,加载IPCC 卡IPCC这个应该大家都应该会了 因为玩有手机的,这个经常会操作,很熟悉的应该 卡完进来自动5G,没有LTE就成功了 现在我们来操作主卡 主卡也是用一款QPE单面的自动卡贴 自动卡贴不用操作,直接来信号 我们打开数据漫游,直接开始操作IPCC 操作完IPCC,去关于本机 运用商有这个状态就是成功了 现在两张卡一起装 等待手机亮屏,点取消 现在出来两个信号,我们来试一下打电话 一边打电话,一边上网 正常了之后,我们来现在操作锁IPCC 先打开独立5G语音 开启卡1SA 开启卡2SA 去除系统漫游1 去除系统漫游2 关机重新开机 重启了之后,关于本机的IPCC还是没有掉 证明这个是成功了 一边打电话,一边上网也是正常可以的 啊 G fle撕 Mンヌ U。 拇副 encies 。 感谢观看